一块变成一种洁癖 守候了你对谁有一丝丝主意 我发觉我给你的心 一心成一块筋笛 像是秘密只需你占据 该来的心 该来的忧 该来的痛 该来的痛 该来的让它来 不要被犹豫断送 人的个性注定了爱的命运 该给的爱 该给的苦 该给的梦 该给的心 该给的痛 全给 不要被不甘牵动 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 就像我只让你知道 在我心里营造了一个字 不管你因此说我迟 我只是想聊了 聊了这种心事 该来的心 该来的忧 该来的痛 该来的痛 别被弹 这种痛 该来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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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给的都欠给 不要为不敢牵动 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 该给的都欠给 不要为不敢牵动 人的缘分总在冥冥之中 你不要再牵着我 让我跟你讲解变 我不是你女朋友 你为什么要骗我 是不是你另外又叫你男朋友 你说 放手 我以后再也不要接到你 你走吧 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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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说 下一个人 撤远撤远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说 你为什么要骗我 站住 站住 你为什么要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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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 你什么要骗我 你 你不要骗我 你 I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赶快下车 欣陪 等等我啊 欣陪 欣陪 你等等我啊 欣陪 你真的不等我啊 我告诉你啊 待会我领期要分一支 哎 拜托 我们是做环岛旅行耶 你不要再拿出你那个招牌冰山脸好不好 我在大学啊 已经看了四年了 你这个开心点 给我点好眼色 好 这才差不多 哎 大学四年 没想到这么快就过去了 哦 在大学呢 还没有完够 马上就要唱毕业离歌了 要从清纯的大学生变成社会人士 天啊 感觉好像突然变老了 小莉 你真的不考虑和我一起进行到美国念书啊 拜托 你知不知道我在大学四年啊 我好不容易低空略过顺利毕业 我要非常地感谢这个上帝跟观世音福商 他们的联手合作造福人群 念书 别了吧 我现在呢 就找一份工作 然后等着逮着我有钱的白马王子就结婚 我这辈子不就搞定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这次啊 肯陪你来环岛办自助旅行 完全是看在我们四年同居的份上 不要乱讲啊 是同居 我们这位同间宿舍不叫同居叫什么啊 你就是这么八股 这么虚骨的话 好 来 走啊 金陪啊 说真的 你真的打算出国办公办读 然后就不回来了 我早就有这种想法啦 会念英文系只是打算换一个空间 拜托你耶 台湾呢 虽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 但是啊 也不至于活不下去 而且啊 这里是我们从小土生土长的地方 你又来了 每次一提到以前的事情啊 你就这样 门闭了 好好好 我不提这些 反正呢 你也从来不告诉我你以前的事 你真搞不懂你耶 其实当个孤儿有什么不好呢 你看看我们家 一狗票姐妹 烦都烦死了 哎 你们下来玩呢 怎么样 怎么样 哎 哎 等我耶 你 你走啊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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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小姐 你...你去嘗一下 沒有 請問一下,你剛才有咳嗽嗎? 沒有啊 奇怪 那,你有沒有聽到一個男人咳嗽的聲音? 小姐,拜託,這裡是女廁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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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辛培 我幫她拿,謝謝 都是你啦,為什麼一定要開著燈睡覺 怕我要多花錢住單人房 拿去 壞毛病 你快上去不能睡吗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 不要提小时候的事情 对不对 拜托 我告诉你 要是我晚上看鬼故事睡不着 我去找你 干嘛 你怕了吧 先早上陪你睡对不对 我懒得理你啊 七北 我跟你说 我们大家上来了结果 请一请夜游 夜游 你怎么了 你脸上好难看 是不是不舒服 大概是租了一天车子 头有点晕吧 那还好吧 那还好吧 要不要去看医生 不用了 我已经带了药来 吃了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你太阿信了吧 出来环岛旅行还生病 那好吧 那你就来房间休息 要是真的不舒服的话呢 你就去隔壁房间找阿霞 他会留在房间里面看电视 要是真的需要去看一下 或者怎么样 我会请他多注意你一下 那我去夜游了 拜拜 拜拜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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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啊 嗯 你怎么会做的这个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要不我去叫领队 带你去看医生 你到底怎么了 不要一直不说话好不好 我做了一个噩梦 噩梦 你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小姐啊 我们已经二十二岁了耶 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你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啊 做一个噩梦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可是 那个梦好恐怖哦 再恐怖啊也只是个梦 像我啊 也常常做噩梦 我会梦到 我被我男朋友甩拉 或者是被狗追 哎呀拜托 也不至于啊 像你吓成这个样子 还有 我 我看见 我知道 你睡觉的时候啊 但是全部都晾着的 你还怕什么啊 好啊 不乖啦 小朋友做噩梦 不怕不怕 做噩梦是不是 叮叮叮 所有的噩梦都跑呱呱了 这一招啊 是我三姐叫我的 很有效哦 那好吧 那我就新鲜一吃 可以一睡好不好 来 走吧 你不要怕咯 有我陈大满在 一切搞定万事 OK 你们听着啊 今天晚上 本姑娘可要下海陪宿咯 不是你们 是新鲜 好好好 别闹了 我们再去吧 在羡慕这几年轻的学生 一样是来花联来 人家是来度假 我们是来出任务 换一个角度想 我们牺牲休假 把工作做好 可以让更多人 像他们一样愉快度假休闲 不是很有意义吗 这样想你们好过一点 是 上警官 我们好像好长一代 时间都没有休假 我也忘了到底有多久 希望这次我们花联调查结束之后 队长会同意 让我们稍微轻松一下 我的确需要一个休假计划 我觉得花联不错 你呢 有没有兴趣 我的计划不在花联 是在我家床上 好好睡个大头觉 麻烦你 刑事局定了两个单人房 我姓上 好 我是在我家床上 我带你去 我能够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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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你到底怎么了 心培 你有没有听见我在问你话 我看你很严重 你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 或者带你到庙里找个人替你收收金 我知道有错 亚力 就是他 就是那个男人 哪一个男人呢 那个在我梦里拿到杀人的男人 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个男人 就是刚刚一品店那个老板 那个老板就是你梦境的男人 对 就是他 亚力 胡新培 胡大小姐 那个黄老板啊 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 他呢 只打过台北两三次 那您阁下呢 这一次啊 是第一次到花莲人 所以呢 基本上 你们啊 别说是认识 我看连面啊 都没见过 我看连面啊 都没见过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先看过他啊 我说是真的 我见过他 在我的梦里面 哎 拜托 我告诉你哦 根据医学上的解释啊 我们人对这样发生的人事物呢 会有预先接触的现象 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呢 都会曾经做过像这样子的梦 像我 就曾经落到 到了一个 有游池和网球场的豪华大别墅里面 然后就见到了像李察基尔这样的大帅哥 接个不到两个礼拜 我说都是真的 我不但昨天在梦里面 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拿刀杀死一个女人 而且还接了连三的看到他别提帮举刀的样子 这些都不是在做梦的时候哎 大小姐 你问题可大了 人家明明告诉我他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 小姐 对不起 我要送货 哦 先生 乌生 乌生请问你啊 你们艺品店的黄老板 是不是花莲人 是不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 不是啊 我们老板不是花莲人 我问黄老板说他是十几年前才搬来花莲做生意 对不起 他为什么要骗我 你干嘛 你干嘛去推我去吧 喂 是你自己说的 你说你不在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他杀人 而且不做梦的时候啊 你也看见他杀人 因为他这样骗我 说他在花莲人土生土长 我想他一定有问题 你先去到他面前晃一晃 好吧 他就会露出什么花莲来哦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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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怕 别怕了 有我在你身边啊 有这个陈大胆给你做靠山 而且你看 大庭广众之下 他不该怎样的啊 走啦 不要啦 太可怕了 喂 你终得把事情搞清楚啊 你老是避兴莫名其妙的事情 搞得魂不守色 喂 你是不是瞎掰的 我才没有瞎掰呢 我说都是真的 好啊 既然是真的 那我们就去搞清楚 走 走 走 两位小姐 是不是看中了什么东西啊 妈 没有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 那是不是要上洗手间 哎 不是啦 哎 老板啊 你愿门是我们两个 哦 不不 我是说 你愿门是他 对不起啊 好像没见过 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会问我认为是他呢 老板 你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没有啊 真的没有 老板 对不起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要去忙了 哦 好啊 请随意参观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奇怪 他看起来很正常啊 欣陪 你说 你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脸 而且看他拿着刀子 杀死一个女人 会不会是 被他杀死那个女人 找你帮忙伸冤呢 我听说啊 有很多冤死的人呢 都会借着脱沫 或者很多奇奇怪怪的想象方法 找人帮忙抓到杀人凶手 好 该不会是你 被那个东西给挑中了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对了 我问你 你说 你一直看到他拿刀杀人 那么他就用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你确定 这层是那个黄老板家吗 没错啦 除非啊 他员工骗我 好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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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去了 嘘 小声一点啊 可是呢 他也被发现不太好了 你怕什么 我是在帮你 我觉得啊 那个姓黄的一定有问题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我跟你打赌哦 他一定有杀人 所以呢 给他杀死那个女人啊 就托梦给你 要你帮他伸冤 你不信啊 我给你赌一百块 我 我不要打赌了 回去我 哎 哎呀 干什么啊 你这样说太没正义感了 你得讲我就是见死不救 哦 哦 不对 已经死了嘛 应该说啊 见冤不胜 你这样太没品了 可是 万一呀 哎呀 我不敢了 万一去 哎呀 我们呢 只是偷偷的溜过来看看 如果真的发现什么的话 我们就赶快打电话报警啊 嗯 哎呀 啊 那你想啊 我们会看到什么啊 哦 我常常看一些鬼故事书啊 里头有什么 分屍拉 搞不好唯一说 安妮你不要讲啊 消失 i api 你不要讲啊 你很心不管啊 不怕,他晚上再來找你啊 你不用怕啦,有我在嗎 很刺激的,我們快進去 有你在,有什麼用啊 怎麼沒有用啊 我媽媽說啊,我八子種的不像話 不會有事的 走吧,你刺激我等了好久了,來嗎 我給你一塊大的 cad 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對你 我愛你,心想我,我愛你 我愛你,愛你 然後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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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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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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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抱紧 你们说死者黄太太是被她的先生黄敬坤杀的 一定是的 你们既然说是在我们赶到前两分钟左右才来到这里的 怎么会知道的呢 哦 她有看见 你 你有看见 什么时候在哪里 是 是我梦见的 啊 梦见 这两个小女孩好像跟我们做同一个饭店 我先进去 我们是台北刑事警察局来的刑警 刚刚听我同事说了之后想请教两位 是哪一位看见屋主黄敬坤下手杀害死者黄太太 是我 在梦里 啊 警官先生 我这个同学胡心培 他不只在做梦的时候看见 而且这两天啊 饥饿连山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不睡觉做梦的时候啊 也有看见这个饮品店的黄老板啊 用刀子杀死一个女人 她不是被刀子杀死的 初步验尸结果 屋里的黄太太是不毒自杀的 而且还留了遗书 自杀 我很好奇 你们两个应该是来花莲旅行的 怎么会跑到这里 来指认屋主黄清坤杀害自己的老婆呢 诗心培说的 不是我 愿意把详细情意说给我听吗 上警官 这就是死者的先生黄敬坤 黄先生和他的太太啊 分期快一年多了 一直住在义品公司的宿舍里啊 刚刚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和几个朋友啊 在宿舍里喝酒 他们都能够证明啊 黄先生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宿舍 法医说啊 死者应该死亡时间不到6个小时 要不是死者妹妹之前听死者说要自杀 打电话报警 恐怕 我已经和这边分局刑事组 陈祖阳打了招呼了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他会指挥我 我已经和这边分局刑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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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祖阳打了招呼了 陈祖阳打了招呼了 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对不对 警方啊都是只相信科学证据 而不会相信那些灵异的东西的 两位 我和王警官到花莲稍办别的案子 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有任何可以提供的线索 我只是科学上面线索 可以跟里面分局刑事组陈祖阳说 我们另外还有公事 先适配 可是 奉劝两位 最好不要随便到别人家门口去偷看 这样子是不对的 即使你们有确切证据或线索 也应该先通知我们警方 让执法人员来处理 了解吗 我说吧 警察是不会相信的 喂 喂 你没听人家说 吃饭的时候情绪不好 很伤身体的吗 OK OK 你呢 就当你自己做一个很奇怪的梦 那个警察都已经查清楚 那个姓黄都定了杀他老婆 可是 我还是觉得 OK OK 求求你好不好 拜托拜托 我们呢 是来做环岛旅行的 故事来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你干嘛费那么多脑筋啊 就说 你还是费那么多脑筋 我 老婆 好巧 介不介意我坐下聊聊 不介意 不介意 請坐啊 謝謝 兩位在花里要待幾天 下一站幾天打算去哪 明天呢我們要到台東的支的 東中的溫泉很棒 你還是不相信我說的對不對 對 站在我個人立場上來講 我相信你說的 真的 你們兩個大學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參加半子入旅行來花蓮玩 有必要去捏造一些 連自己都怕得要命的靈異謊言 來增加不必要的困擾嗎 但是 站在警方的立場 我們凡是想留事實的真相 尤其是關係到刑事案件 人命關天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小心謹慎 實行求是 我說過 我不只是做夢看到 那個人一直莫名其妙的 就像個 像個那個東西似的 一直出現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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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還 我覺得 比較實際的解釋 應該是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吧 或者我應該說 日有所夢 然後日有所思 像比較貼切一點 不可否認的 很可能會是因為你自己的心靈因素 照著你的眼花 或者是誤認 我沒有眼花 也沒有誤認 你還是不相信我就對了 你自己相不相信呢 還是 但是 你有隱瞞什麼事 這是我的名片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儘管來找我 我很願意幫忙 黃警官啊 你跟那個尚警官 來花園查什麼 大家來查 會不會很危險 為什麼 例行公事 不便說明 好了 不打擾了 兩位慢用 好好好 拜拜 欣賓 欣賓 你又在想什麼東西啊 欣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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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拜託 你吃錯藥啦 怎麼會突然想回台北呢 我們後面還有一天的行程耶 不曉吧 難道我們就不然讓他一個噴夢 你是不是因為別人不相信你所說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 不相信就算啦 那是別人的事啊 啊 還是你真的有什麼事情沒告訴我 喂 我們可是四年的同學 室友兼子黨 你怎麼那麼多事情都沒讓我知道啊 我可是什麼都告訴你了 你這樣做太不夠意思了 雅力 你不要誤會嘛 我只是 不曉得為什麼 一來到這裡我就覺得怪怪的 再加上遇到那種事 但是 我真的不想帶來的車了 我可是也不想 如果你要繼續反倒的話 那你去好了 不用管我 我可以自己做活這麼特別的 欸你別那麼急嘛 反正明天一早 我們就要坐車離開花蓮了 你明天再走啊 再說我們錢都交了 後面的行程如果不走的話 你也不划算了 雅力 雅力 對不起 我真是想馬上離開這裡 不能陪你繼續反倒了 好啊 你要放我哥子 沒那麼簡單 欸 你要幹什麼 要走就一塊走 我怎麼放心你一個人回台北呢 我去買票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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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還留在花蓮玩 參考一下本公司的起始跟木雕吧 有興趣的話 啊 嗯 老闆啊 上次我問你是土生土長的花蓮人 你為什麼要騙我 騙 小姐 您嚴重了 我搬來花蓮定居跟做生意 都快二十年了 我當然自稱是本地人啦 況且我做的生意啊 是專門經營花蓮特有的木雕石器跟手工藝品 我要取信於客户 自稱是花蓮人也不會過吧 是不是 前幾天我太太過世 兩位小姐不知道什麼原因 也出現在我以前住的地方 現在又好像是衝著我來似的 我是不是有什麼得罪兩位小姐的地方 還是 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對不起啊 我們不是有意要打擾你的 我想請問你 在十幾年前 你還沒到花蓮來之前 你是住哪裡的 屏東啊 那你以前是不是做這一行的 對不起 打擾你了 沒關係 隨便看看吧 你為什麼不問清楚 到底是沒有用的 那我們能問什麼呢 警察都已經查得很清楚 他太太根本不是他殺的 而是不要自殺的嘛 那你一直夢到 和看到的 哎呀 這怎麼這麼難搞得懂啊 既然不是有人被他殺害 然後來找你託目深淤 而你卻又一直夢一見 和看見他拿刀子殺人 會不會是他 殺過其他人啊 有可能哦 可能以前 他殺過人 然後 被他殺害的人 就在你來花蓮的時候 托你替他申冤 但是 為什麼要找上你呢 哎 是不是你以前 不要在這兒 不要在這兒 米米 米 金培 你不要一直不說話嘛 你要上哪去啊 我只想出去走走 啊 欣培 你從下午回到飯店之後 就一直不說話 哎 我們兩個啊 可是大老遠從台北 風神苦苦地趕到花蓮 你為什麼把事情問清楚呢 你老實告訴我 這是不是和你以前 小時候的事情有關 沒有啦 不要亂猜亂一下 你不告訴我 這樣就用猜的啦 該不會是 該不會是 你和那個姓黃裡有什麼瓜葛吧 雅麗 你讓我一個人靜一靜好不好 我現在心裡很亂 真的很亂 我 其實 我也只是好心好意地想要幫你啊 你幹嘛那麼兇啊 對不起 我是故意的 我 算了算了 你知道我沒說過 我還是先回飯店了 哎 雅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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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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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是我 俊佩 是我 你們音樂我在叫你嗎 他要殺我 他要殺我 他的道具要殺我 他要殺我 是誰啊 誰要殺你啊 那個老闆 那個一品店老闆 他要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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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佩 拜託 你是不是又看到那種東西了 不是 不是 我真的看到他了 他要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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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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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培啊 你說 你看那個易品店的黃老闆 要拿刀殺你 是真的假的啊 該不會是你自己 又看到那種東西吧 不對啊 他又還沒死 欸 你是不是看到他的分身啊 雅力 你還是不相信我 對不對 不是我不相信你 直至從我們環島旅行開始 你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啊 都實在太離譜了 欣培啊 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還是 我只是覺得 你和那個姓黃子根本不認識 也沒有什麼瓜葛啊 糾紛的 他幹嘛要殺你呢 欣培啊 你不要生氣嘛 我只是救世論世啊 唉 唉 這樣就好了 我有一個朋友說 有一個私人診所的醫生很厲害的喔 他專門治那些 腦神經衰弱 還有精神觀能症 你要不要陪你去看看 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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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五年一號房的小姐 她現在房間的餐廳啊 謝謝你啊 胡小姐 關於你只說黃敬坤要拿刀子殺你的事情 我會立刻通知這邊分局的弟兄們怪調查 他們不會相信的 但是我說的是真的 我一直夢到他殺人 而且他已經準備要殺我滅口了 你們要馬上去抓他 你先不要激動我 我跟你說明 這是本地分局的家庭 我們是特別從台北來這邊協辦另外一件案子 所以 你聽不懂我說的嗎 我說的是真的 他要殺我 我一直看到他殺人 他 警察先生 對不起啊 我同時 他最近的情緒 不太穩定 所以 他可能有點 不太對勁 我不是想念病 我也沒有什麼不對勁的 相信我好不好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呢 胡小姐先不要激動好不好 我來找我 剛才的真空 我來跟我走 我去看你 沒什麼好 那你隨便 像壯壇說太多 說的說起路是白擦跪 映婚啊親 就面子再解衰 憔憬的男人不是只有你一年 啊 世間的男人 雲酒都真骨真尊 憔憔吾起獨立 無憾的心情 愛的時尊 長不長著寶貝 歡迎白心嘴去嘴巴黎 啊 世間的男人 世間的男人 好會被逃遂 愛的時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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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時尊